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能否找到真凶 回娘家 不归路 1994年1月2日 即将进入腊月 这天 我省朔州市应县 易景乡六福堂村的老张 起了个大灶 准备去趟县城 还没走多远 突然看见 远处的路中间 躺着两个人 老张越走越近 这才看清楚 路边躺着的是两名妇女 这两名妇女 一个在东边躺着 一个在西北角躺着 周围血迹斑斑 似乎已经死亡 老张来到事发现场的时候 大概是早上7点15分左右 天还没有大亮 路上也没有其他村民 两名躺在地上的妇女 头部全是鲜血 早已看不清楚面目 老张一个人站在旁边 十分害怕 怎么办呢 也不能就这样离开 可是要救人 又该怎么救呢 老张心想 得赶紧找人报警 陆续有村民得知情况之后 赶了过来 这个时候 有人认了出来 还有呼吸的这名妇女 就是村里雷家刚过门一年的儿媳妇 四女 一大早 四女怎么会遇害呢 躺在四女旁边的另一名妇女 又是谁呢 就在大家议论之时 应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的民警 也赶到了案发现场 到日来的时候 鲜潮这位比较多 微观的比较多 第一个世界就不说鲜潮 通过现场勘察 完全可以认定 这就是一期凶杀案件 而且被害人 不仅仅是四女和那名妇女 黑股不眠不开的 比较选择有幕后了 黑股就有个小女孩 射底下就有个小女孩 案发现场 一共发现三名受害人 分别是 一年前嫁到六福堂村雷家的四女 和一名35岁左右的妇女 以及一个七八岁大的小女孩 除了四女还有呼吸之外 这名妇女和女孩均已死亡 随后 民警立即将四女送往医院 并对现场进行分析 现场的半截手指正是这名被害妇女的右手手指 这时有村民提供线索 被害妇女是四女的姐姐 女孩是这名妇女的女儿 通过调查 民警确定了死者的身份 并且通知了死者家属 看到妻子和女儿同时遇害 李师傅气不成声 民警了解到 四女和四女的姐姐 是离案发现场不远的东徽耀村人 四女嫁到六福堂村 之后一年生下了女儿 由于母亲和婆婆都已经去世了 四女的姐姐带着放了假的女儿 住在四女家照顾月子 而案发这天 正是四女的女儿满月的日子 那么这天一大早 四女一行三人要去哪呢 凶手又为什么要杀害两名妇女和一个孩子呢 由于案发现场没有目击证人 唯一目睹这一切的四女 此时陷入了重度昏迷当中 正在医院进行抢救 所以民警呢 只能根据现场进行分析 展开调查 1994年1月2日这天 四女的丈夫早早起床去村边打水 四女和姐姐起床后 也开始收拾东西 没一会儿就骑着自行车出了门 这天 四女刚出月子 按照当地习俗是要回娘家的 于是 四女的姐姐就陪着四女去东徽药村 可让村民们想不明白的是 为何四女回娘家 不带着满月的女儿呢 按理来说 是不是应该带着孩子去娘家的 是吧 有点是 你得抱孩子 还可能去出院了 你说把这就走了 按理来说 回娘家 应该是带着孩子 让老人看看 可四女 把刚满月的孩子放在炕上 就和姐姐走了 这样的做法 让大家十分不解 四女和姐姐 刚出村没走二里地 就遇害了 四女的大白子亲眼看到 四女一行三人 骑着自行车离开 可三人遇害之后 自行车去哪了呢 通过车路和姐的周小 车路和姐最累的小 就是从六岛村过来的 车路和姐是看出去比较宽 因为家里面比较深 就能看出去以后 只受两岛三个人 过来这路上 以后有个车贴下来 还后来 昨天坐下 有个什么四者 和姐之后 有些什么车 和这个实地底下 发现有车路和姐 归过来 有五岛村 这和这些比较气压 昨天我们车路和姐的困 就学习了一过分 汽车的舍体也不太多了 看那个图子 就是一个人所留下来的 小不放小套 小时在这个离邪超 这个五六里的时候 就五六里 找不到这个核强 因为这个路和姐 就比较多了 四女的娘家 在东辉耀村 东辉耀村 在六福堂村 南边四公里 当天 四女骑车 向南行走的 二里地左右 就遇到了凶手 民警在案发现场周围 发现了很多 自行车轮胎摩擦的痕迹 这就可以说明 嫌疑人在作案之前 与受害人发生过争执 而且双方的争吵范围 就在这辆自行车附近 根据自行车行驶轨迹 可以判断出 嫌疑人在作案之后 是骑着被害人的自行车 向北逃离现场的 经过确认 死者这边 没有其他财务损失 四女中度昏迷 暂时还不清楚 又无其他损失 目前只能看出 被害人丢了一辆自行车 那么 为了抢夺一辆自行车 致两人死亡 一人重伤 这有可能吗 挺困难的 挺困难的 这种自行车比较少 少 我们就是靠自行车 出行 上世纪90年代 这个自行车 基本上是人们出行的 主要交通工具 而一辆自行车的价格 当年大概在400元左右 而当时农村的年人均收入 是500元左右 所以大多数人购买自行车 还是比较吃力的 四女结婚的时候 买了一辆自行车 村里的人纷纷投来了羡慕的眼光 那么四女一行三人被害 真的与这辆自行车有关吗 三人被害 自行车不翼而飞 二兄一切是因为道歉 让公安局够处理过的 体貌特征越发接近 离开的男子会不会是嫌疑人 老家也齐得救活的时候 这个好的关系 结结那个责任不及格 儿媳遇害 父子二人竟然同时消失 雷姆和雷姆的父亲 同时消失在村里边 回娘家 不归路 根据现场痕迹分析 嫌疑人作案之后 将被害人自行车骑走 逃离现场 所以 嫌疑人有可能是屠材 将三人杀害 这时 现场勘察的民警 也发现了重要线索 我在尸体的树木设下 就发现了 两枚主体 是一个左脚 一个右脚的 多过我们的 看这个左脚能复养出的 以后这个事 这是一个人所留下的 这个左脚树木设 超是二十八过分 所以这个尸体在民流而左右 提出在六十过节左右 也是很难行 这一线索的发现 给民警提供了 更加清晰的排查方向 除此之外 民警根据受害人 头部的伤口分布 也分析出了一些线索 年轻男子 个子不高 与四女还认识 这会是谁呢 根据伤口分布情况来分析 三名被害人 所有的伤口都位于右侧 如果嫌疑人使用右手 与被害人面对面发生争执 进行砍击的话 那么被害人的伤口 可能会在左侧分布居多 所以很有可能 嫌疑人习惯使用左手 是一个左撇子 这时 有村民就想到了 这么一个人 村里的二小当年26岁 个头也就一米六左右 还是个左撇子 种种迹象 与民警之前在现场 勘察到的情况 越来越温和 初步排查二小 以前是因为盗窃 让公安机过处理过的 经过调查 这名叫二小的男子 有前科列迹 那么他会是作案嫌疑人吗 就在此时 四女的大白子 想起了这么一件事 四女的大白子回忆 案发前两天 二小来家里找过弟弟 说1月2号这天 要借自行车 去趟远房亲戚家 因为弟媳妇 1月2号也要用车 所以就没借出去 随后 弟弟和二小 发生了争吵 不欢而散 在村里边找这个二小 但是学着二小的时候 二小并不是在村里边 但是学问 学问他家里边的人时候 也不知道二小的去校 我们就对那个二小 变为一个做点人员排查 案发之后 二小消失了 四女家的自行车 也不见了 难不成 嫌疑人就是二小吗 之前 警方调查分析 嫌疑人的年龄 大概在25岁左右 身高呢 在1米62左右 村里的这个二小啊 正好是26岁 身高呢 也是刚刚1米6 而且身体啊 比较壮实 二小之前 曾与四女借过自行车 要在1月2号这天使用 莫非是二小借车不成 怀分在心 在四女回娘家的路上 向三人行凶了吗 二小一声不吭 从村里走了 嫌疑陡然上升 民警兵分多路 进行摸牌走法 研判分析 终于在当天下午 发现了二小的踪迹 案发当时下午 走到了二小 二小说案发当时 他就不在现场 去了那个亲戚家了 核实一下 二小确实 案发是不在现场 通过这个 就能确定 二小没有作用的嫌疑 原来 二小没借到自行车 就步行去了亲戚家 案发当天一大早 就从家里离开了 傍晚回家之后 听说这件事情 也十分意外 二小的嫌疑 现在被排除了 警方又该从哪儿 入手进行侦查呢 随着民警侦查 工作的深入 大家发现了一个 非常反常的现象 那就是 妻女的丈夫 迟迟没有露面 按理说 自己的妻子遇害 被送往医院 做丈夫的 应该是第一时间出现 但距离案发时间 已经过去了六个小时 妻女的丈夫呢 一直就没出现 随后 民警去妻女家 进行走访 发现院子里啊 摆着两桶新打的水 而家里呢 没有任何 翻读过的痕迹 这就可以说明 妻女的丈夫 上午打完水之后 回过家里 那么在这之后 她去哪了呢 这雷姆和雷姆的父亲 同时消失在村里边 民警了解到 妻女的公公 在村里 开着一家豆腐房 当天一大早 准备去外地打工 而且还在别人家中 收过之前的欠账 从这一点来看 妻女的公公 可能没有作案时间 这时 另外一位村民说 当天上午 她见过 妻女的丈夫 当时这位村民 并没有看清楚 妻女丈夫 所骑自行车的款式 不过 妻女的丈夫向北行驶 神色慌张 这与民警之前 勘察到的 自行车胎轨迹 基本可以吻合 加上 妻女的丈夫 当年24岁 身高1米62的体毛特征 民警认定其 有重大作案嫌疑 展开调查 案发后一周左右 重度昏迷的妻女 也终于苏醒过来 她说 案发是 雷姆和她的父亲 同时做的案 随后我们就对 雷姆和雷姆的父亲 接下来追捕 追捕过去 妻女看到 当时是丈夫和公公 同时作案 可之前 明明有村民说 妻女的公公不在现场 而且 现场只有两枚 25岁左右男子的足迹 这显然前后矛盾 难不成 现场是雷家父子伪造的 村民的说法 是雷家父子安排好的 妻女丈夫 骑车向北走 也是二人精心设计的 新媳妇 刚过门一年 孩子刚满月 这二人为何要对其 下次狠手呢 消失的公公 会不会是凶手 最后我追过来 离开的丈夫 又有怎样的秘密 好家 姐妹 那个媳妇 不能住马家 你住马家 再就有了目标 警方追凶26年 离奇命案 终于水落石出 发他时候 其实不成了 最后最后 我们做大量工作 最后他也成了 回娘家 不归路 受害人四女苏醒后 只任其丈夫和公公 两人作案 此时 民警早已对 突然消失的雷家父子 展开了追捕 但追踪多日 一直没有有效线索 半个月之后 案件终于有了进展 但是调查结果 让民警十分意外 大量的垂流 证实的雷某的父亲 当时也不在 案发现场 之前 苏醒后的四女 不是直接就指认了 丈夫雷某 和雷某的父亲吗 为什么雷某的父亲 又不在案发现场呢 那么当天 他究竟在哪呢 这时有村民说 雷某的父亲 当天和他在一起 是案发之后离开的 雷某的父亲 在案发后没多久 就听说了 儿媳妇被害的消息 当时 他的第一反应 并不是去现场查看 而是去周边村庄 亲戚家躲视 如今 雷某的父亲 又不在场证明 那为什么 四女醒后 会直接指认她 说她也是凶手呢 四女受到重伤后 面部神经被破坏严重 直到现在 阴雨天 仍然会隐隐作痛 民警分析 可能是四女醒后 神志还不太清楚 导致说错了作案人 但是排除了雷某的父亲 雷某的作案嫌疑 仍然不能排除 因为现场痕迹 和四女的描述 都一致指向雷某 让人奇怪的是 雷某才结婚一年 孩子刚满院 为何会对妻子 妻姐及外申女 下次狠手呢 村里人说 雷某和四女 是惊人介绍认识的 婚后 四女经常住在娘家 因此两口子总是吵架 雷某的父亲说 儿子以前 常提起老丈人 看不起他的情况 时间久了 儿子的怨气很大 大家都说 四女生完孩子之后 雷某家总是传来吵闹声 那段时间 应该是两口子结婚以来 感情最僵的时候 根据这样的调查结果 民警分析 雷某具有作案时间和动机 将其列为重点嫌疑人 展开追捕 但受当时办案条件的限制 一直收效甚微 2020年 命案机案攻坚行动开展以后 应线警方展开集中梳理工作 抽丝剥茧 将该起26年的命案机案 进行重点侦查 根据线警方锁定了嫌疑人 雷某的藏匿地点 并收集到了雷某的人像信息 通过受害人四女的辨认 和向当地村委会进行了解 警方确定了死人的身份 他们从书记了解到 他这个题目特色了 那个找笑了 基本效果 抓他时候 其实不成论 最后最后我们做大量工作 最后他也成论了 我就是雷某 大量证据摆在眼前 嫌疑人雷某 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据雷某交代 他当时看到 妻子留下孩子 独自回娘家 就准备将妻子劝说回家 劝说过程中发生争执 他就拿出了 早已藏在身后的作案工具 向三人砍去 这么多年了 对于我来说 不是 没有自己新的生活 明年建案工具行动开战以来 有些国外 一团大数据有事 合筹作战 多久里都 连续三个月 获获三期 超大20年明年进来 许定捧缩再过 今年以来 应线警方 侦破命案机案取得丰硕战果 一到四月份 除了成功抓获 潜逃26年的 命案逃犯雷某之外 还抓获了 潜逃21年的 命案逃犯石某 和24年的 持枪杀人命案逃犯郭某 正义也许会迟到 但从不会缺席 命案机案的侦破 是对被害人的告慰 和家属的安慰 是对犯罪分子的 有力震慑 更是社会公平正义 和法律尊严的体现 不是 有力量